妹妹到底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 让您和您的大哥 二哥 对她都有成见 都有意见 她就是脾气很坏 不讲道理 一发脾气就了不得 就这样一个人 妈不讲理的 她一发脾气就这样的 从小 她的事发的娃 动不动就啪就砸掉 就是这种脾气 人都怕她的 妈咪有没有抓我房子 一家人都都 我们大哥是 最好的人 最老实的人 其实接班的这个事情 也有了定论 妹妹去接班了 并且她来赡养母亲 而且照阿姨的说法 是定期还会给您和大哥钱 那么如果她都做到了这些 您对她的不满又在哪呢 不是这样的 当时她在老家 一天里占五块钱 这一天随风 还有发脾气和好的菜 我这一家里 只有三毛钱 她跟一天 我都跟半个多月了 她根本没我 就这样要把我的方法抢走 叔叔 你把这个工作的机会 让给了妹妹之后 妹妹有没有很感激 您和您的妻子呢 没有 她五块钱 还没有拿给我 就回家争吵了 就是那一天 我们生产队 大家都很同情我 因为我生病了 我们家 像我到尾面去 心快一点 大家没有意见 工夫寄给你 你到尾面走走 不要你捞动 出去以后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邻居跑过来了 她说你妹妹为家争吵了 我慌忙回家 刚回家 我的妻子 最抽筋了 最爽张 最发抖抽筋 很厉害 我以为是 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她喝农药了 其实每个人眼前 都有一个真相 每个人眼前 都有一个事实 因为我没有跟我歉 她就有道理了 不能为我爸爸出这口气 我不配当她的儿子